哈囉各位 Foodie 我是Luz 今天這一集是久違的人物訪談 訪問的對象是我的國宴戰友 一起擔任國宴策長顧問的郭廷偉主廚 Wes 以及他的事業夥伴和人生伴侶小倩 先前我製作我們顧問團隊設計國宴的過程的影片 受到很多人的正面迴響 非常感謝 因此我也想延伸相關話題 這一集就要帶大家進一步認識 Wes 主廚 小倩以及他們的餐廳 Embers 我們會聊聊我們心目中有哪些國宴遺珠 策展 還有什麼內幕 以及台灣與台灣的味道是什麼 各位觀眾 我們的Podcast突然復活了 值得紀念的Season 2 第一集 就要請到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國宴戰友 Embers餐廳的 Wes 主廚 還有小倩 周婉倩 讓我們歡迎 大家好 哈囉 我們可以說我們打過美好的一仗嗎 嗯 是 最近尤其有感 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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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宴我們先前有製作了這個策展過程的影片 收到很熱烈的迴響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支持 那大家也對於國宴的更多的細節 還有是不是有更多的內幕 有一些好奇 今天就一方面要跟兩位來聊聊這些國宴的大小事 那另一方面呢 也是想要讓大家更了解Embers 因為我覺得Embers一直都是一間比較小眾的餐廳 對 應該要開心還是要那個 對 它是 我們還是蠻專注做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很不簡單的 對 就是非常的專注跟有自信的做自己 對 但也可能是因為我 我這個傾聽回顧之前那個有錄了兩集的Podcast 不只兩集是三集 三集 對 是因為我不是那一個 那個常規的養成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對 嚴格來講 就不太知道那個模式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說法好棒喔 就不是你故意不管別人在做什麼 而是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樣去照別人的方式來做事 對 其實就好比說 就是大家會說 一直到這次國宴 我覺得大家也都會去想像說 這是西式的呈現 或這是法式的呈現 坦白說我不太知道什麼是法式 當然它不是只在料理上說 我不知道那個奶油啊 這些醬汁的製作 但我其實覺得我必須很了解說 我們為什麼這麼做 就是那個典故 好比比如說 如果以台灣我們用醬油 我們大概熟悉那個醬油發酵 跟它在歷史上 為什麼會開始走入我們的料理 我們今天會聊一聊 你怎麼樣做料理 你的哲學是什麼 還有怎麼樣跟太太小倩 一起來開這家餐廳喔 不過在這之前呢 我們還是先來回顧一下國宴 我相信大家對於國宴都還是有一些好奇 的地方 那我在先前的影片裡面 我已經跟大家說明過 我們其實是用一個會議 就決定了菜單的架構 沒錯沒錯 而且這個時間真的是壓力太大了 如果例子還記得我們是 你打給我那天早上 對我們其實應該已經開始了 在那個當時 應該要的 對就已經開始在想說 欸可能是什麼 因為很早 然後我掛掉電話之後 我就跟小倩講說 我說欸我剛接了一個電話 轉頭噼噼噼噼噼啦 這樣 好好 那我們先等確定一下 然後還在整理剛剛的文字這樣子 對我就開始在想說 嗯好應該有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已經開始在想菜單喔 也不是菜單 就是在找那個標的 哇塞 它有一點 就是它這一個訊號 然後你就開始 在好像在瞄準他那種感覺 哇 我好汗嚥喔 因為我接到電話過五天之後 我就去日本出差 我去喝威士忌 每天都要喝威士忌 在酒精的香气里面 并没有去想菜单 第一时间反应的事情 真的不是菜 它应该是蛮政治的一件事情 OK 因为它一定是say something 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在找那个 坦白说有点像是 政治正确的标的性 那政治正确很难 很难是指说 你一定有自己的认知跟认同 你可不可以在那里面放进去 你觉得此刻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比如说大家知道 我一直很喜欢原住民的文化 是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 那个是对我而言 很像是motherland 就是它是一个 OK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彰显出来 我心里坦白说是有一种 终于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个东西 说得更彰显一些 球都丢到你手上了 对谢谢 但是你心里也会知道说 这个不一定是最正确的 它不一定是广泛认同 我认知的 所以那个时候担心原住民这一点 或者是我们之后也有做了新住民 是 长官可能不会喜欢 对 他就跟人口比例立为习次 就差不多 差不多比例 所以你心里一定会觉得说 你很难很难真的把这些声音说出来 又或者又或者 另外一个面向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做 可能是比较生物 应该说很多植物动物 就是比较环境的这些东西的学习 你会想要把它带出来 就比如说我们当我们在讲生物对象性 在讲地理环境特征 等等这些东西 可是你知道它在公众议会里面 是消化不良的一件事情 心里会很增长 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想了哪些点子 一个民族植物学家 董景森老师才刚好跟我分享了一个 在南排湾煮 他们用这个小芋头的芋头干 去发酵的这种腌肉 然后去煮的一个排骨汤 然后他也加了野菜 其实很科学 就是说因为发酵是乳酸 然后他加野菜是草酸 草酸其实是碱性 所以它是很好的平衡 可以再附送一次那一次 那个电话是 董老师其实是在保存师傅的团队 去南排湾看这个物彩 回程的路上在高铁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卫士你现在在哪里 你等一下有没有空 我等一下到台北车站 你过来接一个东西 那我那天刚好是休假 所以没事 我就说好 那大概几点车 我过去等这样子 他装了一大保鲜盒的排骨汤 他说是你一定要拿回去 太好 是排湾族族的吗 对 哇哦 因为董老师他民族植物学家以外 他自己对芋头很狂乐 就滥芋啊 然后排湾族啊 这些芋头他都收集 然后并且调查研究 他说哇 这个东西真是拼凑了我 对于台湾这些芋头的风味 最后一个拼凑 就是完成了这个 他就太好喝了 然后我们就拿回去喝 就当宵夜喝 是真的好喝 真的哦 他是怎么样很鲜美吗 很鲜美 然后风味balance的很好 因为重点他是非常细致 因为他就是一个 猪肉通常是带肥油的 然后这个芋头干 它是熏烤干的 所以他会本来就会有一些 木质料燕熏的香气 还有芋头本色的香气 的粉末 装到罐子里面淹 常温发酵 哦 其实听起来会有点可怕 对我真的有点害怕 这个肉在常温的这件事情 对 他们很厉害 他们连带骨头的排骨都可以做 其实那个是很可怕 骨头有孔豆 所以他的杂菌数量 可能还会是很高的 是真的有学者 把这个排骨拿去 你说不可能 你这样做起来不可能 这是酸败还是发酵 就拿去咽 没有干干净净 就只有乳酸 是芋头的功力吗 有学者载开研究 哦 就是很有趣 所以我说 哇这是食物的滋味 而且它非常传统 然后我自己吃我也觉得 因为我吃过其他的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是 你要说料理的人做得好 也是 你要说它在这个里面背后 隐藏着很巨大的 这种民族智慧 也是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这是台湾珍宝 我们在开菜单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把芋头提出来 因为产季 因为产季 其实我有追 我有偷偷的追 我们在菜单里面 放了这个 简压部队吧 对 那我们那时候 我们其实里面也有芋头 但我用了 我们比较常吃的水芋 就是一般的 这种像大甲芋啊 这些东西来做那一个干燥粉末的替代 因为小芋头刚好错开那个产季 下个月才是产出的时候 哦 比较晚 对 它是夏天 没错 然后库存都没了 我们在开菜单的时候 其实物产一直是一个重点 是 我觉得我们那天开会真的蛮厉害的 就是我们是纸上谈兵哦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边 有的时候是提出一些菜色 比如说我们先去讲到 像那个时候在讲卤味 我们就讲到潮州卤水 或者是说有一道 其实是国宴遗嘱啦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 就是本汤 我们先丢出一些 大家熟悉的菜名出来 然后同时间也会挑出食材出来 然后我们再 有点像排列组合一样 去开这个菜单嘛 但是在想这些食材的时候 我那时候都心里想说 这些食材到底要去哪里找 跟实际上到底怎么取得 然后它的呈现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不是在厨房工作的人 都会觉得 哇 好虚无缥缈哦 可是你们好像就很清楚 当然有这个狼师 萧师傅 然后就应该说 整个三海螺团队 其实也非常非常专业 那当然也更不要说 我们还有猪儿姐 她其实也是一部字典 对 我觉得那一个是因为 真的是这一次 我们团队组成 大家的那个底蕴 都太深厚了 就是其实都花了很多时间 在耕耘这件事情 这个三海螺 更不用说 这个背后 那个母集团 对于食材的掌握 也是已经超级专业 真的 我根本觉得整份菜单 然后他们食材都开得出来 对啊 十四八九 其实你还不用想产地 对 隔壁超市就有 对对对 隔壁超市 马上就可以拿出来 我说明一下 我们食材地点 其实是在永丰与 甚至他们企业总部的厨艺教室 旁边就开了一家 Green and Safe 很轻松 超级方便的 对 就是马上都可以 变出任何东西来 仔细回一下 就是狼狮 他在就是物产的掌握上面 也非常棒 因为狼狮有一个说 这个要云林的 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了 或者是什么的 那我们之前有用过 哪一个生产者的品质非常好 我觉得专业就是这样子 就他应该是一种 可以很精准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掌握 其实他不是我们最首要的一个标的 就是我们不能困在这个上面 因为光是论述 就是就非常辛苦 但我觉得论述 我们也是很快就有共识 大家都蛮政治正确的 台湾对啦 台湾对 对我们马上就定标好 台湾菜应该是什么 然后我们应该要讲族群 讲多元 对讲这块土地的自由民族 我后来看到就是 不管是朗斯 萧斯 或者是Patricia 那当然我跟小倩 我们自己 我们心里很清楚 那当然后来看到Liz 或者是朱尔姐 其实我们心里知道 那个大家的那一个认同方向 是一致的 不过指认同方向 并不是指 她是很绝对政治的 那一个部分 而是我后来观察到 大家心里有一种 就是说 终于轮到我们 好像我们等待多时 所以我们可能 已经在脑子里面 演练这件事情 无数次 不知不觉的吧 对 然后我真的要说 机会是给 准备好的人 没错 我们不能在那个时候 再去重新去 去翻找 去标定 当然他没有不行 多数的时候 他也会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 犯过这个错 他可能会变成 也会 也许被人家诟病说 你只是文化 你无用 你只是在标签化 这些东西 是 坦白讲 国宴餐桌 这个也没多少人 吃得到这个东西 那个味道踏不踏实 是不是吃下去 就是最广义的认同 只有我们自己 会知道了 对 其实开餐厅 就这么一回事 就是你要说任何的话 你都得假定 别人的认同或需求 你们是不是因为 常跟客人吵架 所以这方面已经 训练有素 找歧视的 我们没有跟客人吵架 我们只是训练有素 随时都要跟客人辩论 就是太想让人家知道 就是我们想要 表达的是什么 可以举个例子吗 印象中有什么 就是客人真的不理解 然后你们花了 很大力气去说服他们 我永远都会举同一个例子 不知道类子 记不记得 应该有迟到 就是在 Embers刚开的初期 有一张菜单里面 我放了一个猪血 要 在一个菜的配菜这样子 对 猪血其实在 台湾社会 你猪血高 他用不用争猪血 是一回事 但是 你喝个猪血汤 太理所当然了 去台东 谁不喝这个猪血汤 当他出现在一个反差很大的餐桌上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抗拒的 但是我们试着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会听 可能是方法错了 也可能是在料理上面 他必须是隐晦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比较把它隐藏起来的 的那一个部分 就我自己发明的 奇怪 我就说 我们其实做的菜 应该广义的 要让大家是在熟悉的象限 那我们去掌握大家熟悉的象限 其实并不难 因为他就是日常饮食 或者是 武德民族或 传统里面可以找到的东西 或世界饮食里面 也大概有一个规则 你只能偷偷的 长 2%的东西 在这个里面去做沟通 如果他吃出来了 你赶快趁机会跟他讲 如果他没吃出来了 那就算了他也不嫌弃 这个好像也在考验我们 食客的品味 或者是对于食物的理解 我觉得是 然后我发现他是真的 就是我会说他变成一个 我自己的理论 是因为我 好像常常在验证这件事情 但也会建立一种路径 就是他是一个 一个pass这样子 然后大家会被引导引导引导 上来放上去 那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它转移 其实葡萄酒是比较容易 想象的一件事情 我没有诋毁的意思 我自己不是太懂葡萄酒 虽然我的工作需要接触 或者是拼饮 你会发现就是 多数的人在拼饮不太久的时候 他的味道想象都是被引导出来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些 深色水果 紫色花朵 紫若然香气 或者是黑醋力的风味 其实多数的人没有吃过 或闻过这些东西 其实我超困扰 每次这些风味描述 不管是品酒 还是巧克力 还是橄榄油 你去想象那个青苹果的香气 橄榄油里面要吃到青苹果的香气 我觉得超困扰的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当你用这样说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 然后点着头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其实蛮像心理学 就是那种行为模式的那一种 对 引导 我后来读一些这种的书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发现 做厨师好像懂这个 也还不错 当厨师也要当一个催眠师 或者是魔术师之类的 我认为是 我刚刚讲到冲撞这一点 我们这次在开果宴菜单 其实也有一点小叛逆 我觉得 卤味的猪蛇 是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 卤味菜单食材 非常中规中矩 但那一道菜 我们原本想用猪蛇 对 然后换成猪蛇 因为我们觉得 那个肉跟 鹅肉的质地比较像 对 没错 后来换成一个 比较带有胶质的 比较多油脂 比较 比较吃起来比较嫩的 还是很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真的 我觉得狼狮做的 那个版本 真的超棒 当然后来在 掌官示菜上面 因为考虑到 可能很多外宾不敢吃 然后内脏嘛 就是 你总是会觉得 外宾对于内脏 会有障碍 可是 那一天在 掌官示菜的餐桌上面 朱尔姐 讲得超棒 她说 没有啊 外国料理 很多人都有吃内脏啊 英国有 也是很多人不敢吃的 Haggis 对不对 对啊 对然后 你说法国人 他里面 他也吃大肠啊 就是西班牙人 根本不用说 对 其实我是不知道 我就看了一下 那个历史开箱古宴 跟就我们对 这个中华民国 台湾的 这个友邦 的了解 就是我们 其实蛮多是这个 比如说非洲国家 或什么 就这么饮食 也应该蛮广泛 我觉得蛮广泛的 对 就是我没有歧视的意思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射 只是我说 应该是 他其实就是很自然影尸的一部分 很可惜 他就像那个猪血 对 刚刚讲 是啊 完全是啊 那我也觉得 其实这是台湾的日常 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热气的 想要把台湾人吃饭的样子呈现 在这一份菜单里面 是 对 其实后来也还有提出一个 就是说 那真不要猪神 我们换更高级的放松柏肉 对对对 我们那天还有同时做的 另外一个版本是松柏肉 我们是 我们两种都有呈现 好好吃 我觉得这很好吃的 我私心更希望松柏 吃起来又高级 对 更好吃 对对 真的更好吃 对 诸多考量 对 因为其实最后这一道不是 不是我们出 对 最后是富尔摩沙游亭酒店做 对对 那这个就也是一个遗租啦 我自己觉得 也是一个遗租没错没错 对啊 因为认真看老师当时在做那道菜单规划 他连花生他都做产地的控救 坚持一定要哪一个云林 哪一个谁谁谁生产者生产的这个花生人 其实没有比较你是吃不出来的 对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比较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你完全可以选出那一个最好吃的 我觉得那一个也是一种展现 我们在开餐单的时候 其实就在那一天的会议 我说的是4月2号晚上 我们其实很快就把一些生产者都列出来 我也觉得你们超强 我们标的的蛮清楚 因为我觉得主材料的标的是首要嘛 其他材料当然也评估产金 然后很快速的去投射 比如说产区 我叫朱威姐产区他超强 对对他超强 对 可以迅速 就是说哪一个哪边哪边 难道的有人 然后真的 难道的快没了 对 朱威姐蛮听笑的 就是那个已经莫记了 他就是他绝对不行 我们可以感觉 是不是他语气的坚持 大家都都很有经验 然后朱威姐 尤其他也是在那一个走动经验里面 他就是我真的就在这边吃到好吃 那就是绝对的 骗不了人的东西 我觉得把生产者标的出来 至于就是物产的重要性以外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也是很重要的台湾价值 就是对我而言是的 而且后来你们也很快速的就联络到很多卫生产者 这个部分是我们其他人比较没有参与到的 所以我也很好奇 到底那个联络过程是什么 那怎么有办法这么快速就集结这么多人 应该说餐厅 我们的日常 对我们的日常 然后我们也都会订货吧 就是本来就都会有往来 就算这一期菜单没有用 像就好比我们本来选定的那个猪肉啊 对 这个园林包装箱的 农场旺旺旺嘛 是 那用爱在养猪的 真的 对 那个薄英姐是用爱在养猪的 可能比他小孩还要爱 真的假的 因为他真的常常就是半夜 然后可能在这个负责做厂务管理的同事说 那某一头母猪怎么突然要生了这样子 他是不管半夜三点他也会冲去 就是去接生 然后就小心呵护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然很放心 那事实上后来我从老师那边知道 就老师的菜单里面也都是固定使用他的猪肉 固定而做 我们的联系是超级日常 比如说我跟薄英姐是 我就算没有用他的肉 平常我们晚上可能也没事就讯息在那边 有时候是垃圾滑 就是聊天这样子 所以你也只是用 对 你要不要做国宴 当时还是希望不要太太过于张扬 然后他就说一切未定数 对 那我们每一个联系的时候我们都 我是都比较小心的讲 我说有一场比较大型的宴会 那先确认就是物产的数量 到时候的产量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个需求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知道是一千人 对 很突然 就是你要突然杀个一百头猪也没有这么容易 那他的回馈都蛮好的 应该算我们信用还不差 所以你除了农场晃晃还有联络 我们知道是邱家兄弟邱大哥 邱家兄弟邱大哥黄西雕 然后还有我知道梅开四度也是有你这边联络 蛮多的耶 那个饮料饮品很多也都是有你联络 对 对你联络了多少人 有上桌的 最终宜珠没有上桌的 啤酒啊茶啊 然后葡萄酒啊 这些 然后餐后茶我们原本的设定 是梅开四度 果酱 邱大哥 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宜珠邱大哥那一带 就是他是在嘉义部在沿海这边 另外一个是白水湖的 磕 那我们本来就是最后一道菜 后来被吓人犯 有的是真的蛮难联系 像那个白水湖的磕 他们就真的很忙 他在随你啊 你没办法 让他接电话 所以那个联系很骗的 但还好 因为邱大哥就在那边 他可以直接去抓人 对他可以直接去 他真的是直接去抓人 就走过去吗 对对对 我都说 我真的找不到 我就跟邱大哥讲 邱大哥我真的找不到人 那个麻烦你帮我 去讲一声 所以其实前期我们在试菜的时候 都是邱大哥协助安排来 对 但我也其实原本有合作过 哇那其实也真的很感谢 因为很多人在默默背后付出 没错 后来我们比较明确的 去标定这些东西 你跟每一个生产者讲的时候 你去感觉出来 每一个人就是跟你拼了 都觉得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蛮 我自己蛮感动的 在演戏过程里面是蛮感动的 大家真的都很想要用最高标准把这件事情做好 没错没错 尤其就是一提到台湾两个字 这个每一个人都拼了 大家真的爱 有爱 嗯真的 像邱大哥就是啊 他真的是拼了命的 就觉得说太好了 需要什么 我一定就是在所无耻 那当然最后我们故意有用邱大哥的红席雕 来做了这一道原味纯粹 是一道刺冲生态 邱大哥的生态养殖理念 我觉得也很棒 其实也是这次国宴的一个亮点 提出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高 是 那除了食材以外 餐具 大家没想过 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工作中的重点 我们太介意了 我们再介意每一个呈现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超厉害的 就是我们4月3号交出第一版菜单嘛 应该差不多同时间 你们就联络到了餐具租借厂商 回想一下那个 那时候一开始是 因为我们先在 福尔博茶游亭酒店 看到了出版的餐具 其实没有 当时没有想 只觉得说 饭店有这个数量 好像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后来再一直推敲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餐具上面有一些 可以有更好的呈现 因为菜色上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嘛 我们在想象这件事的时候 刚好我们前一阵子 去年吧 我们有接一个 比较大型的外汇活动了 当时就已经做过功课说 如果我们要租接 大量餐盘餐具的话 谁可以有这个协助 很快就记得 但这真的不是我连接 这都是小倩在 第一时间我就联络了这个老板 然后我们大概三句话 就知道是哪一件事 因为其实他也早就被通知了 我们那时候在FOMO 是要看的这些盘子 就是都是从他那边去的一部分 然后很快联系到老板 我就跟他说 是520 然后他就立刻打给我 一个想 他说怎么会是你们 我说是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 可是老板其实 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们的对接很好 然后他知道我要什么 然后他就是都很帮忙我们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生气 我们的时间表掐得很紧 我们已经订了4月8号 就要算是第一次食餐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盘子就来了耶 对 真的你们神通广大耶 就是真的是很刚好啦 应该说 其实因为台湾真的很小 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讲产地 或者是物产一样 台湾很小 所以你有时候兜一兜 就差不多是那样 那这个餐盘就是就像小倩刚刚讲 所以你是第一个line 你line的第一个对象就中了 如果他们要去借 也会是这个老板 然后所以就是非常快的 就彼此确认 但是你怎么问啊 你说 老板你们最近有要做大型宴会吗 我说我这边有一个大型的宴会 然后预计大概1000人 他大概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在5月中 我就跟他说的是哪一天 因为他就说他这边好像也有一餐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的哪一天 他就立刻打给我 他就觉得 怎么跟你有关系 那当然因为之前有借过嘛 所以他就是大概也很清楚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专业 会知道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很快的把 他有的东西让我知道 而且很棒的是 你们还去到现场直接挑选 他是一个超级大型的仓库 因为你要想他可以支应 就是你有选择 然后1000人的餐具 1000人的餐具 大家可能难想一下 就是说一道菜要1000个盘子 有8道菜就要有8000个盘子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他后来有跟我们讲 他说在这个时代 其实这个大家都很辛苦 即便是饭店 他也没有这么多的常备数量 是 因为不像从前 那宴会形式也在改变 像饭店啊 他们现在如果一场喜宴 能洗开50桌很厉害了吧 100桌这个不太容易发生了 那所以基本上都是他们 那他是全台的巡回租借 这样子去流转的 那你想得到那种超级大型的餐饮 几乎都是从他那边去的 我们后来知道这件事 原来如此 可以说他是台湾唯一一件吗 应该不能说是唯一 可是他的规模应该是最大的 坦白讲我觉得老板的sense不差 他的盘子其实蛮都蛮好看 对而且他很认真 真的 去挑的时候 他看我们挑的很痛苦 因为挑的很痛苦并不是都很丑 是指说 因为通常传统大型业会 是以中菜或台菜为主 所以他的餐盘形式会比较局限于 在传统样式 素素的 尬通啊这种的 当然近年也比较多这种西式呈现 通常味上的业会的人次 不会拉到这么高 大概已经补了一些进来了 然后他看我们挑的很痛苦的时候 他还很好笑 我再挑 他就跟小倩讲说 我这些盘子 不要说你们看得烦 我自己看得都腻了 一两年了 这都该淘汰了 可不可以请你们给我一些建议啊 就是你觉得漂亮的盘子 你贴给我看 我来找找 我来跟工厂协调 我们来 我来做一些 我来更新一下 这样以后就服务大家比较好 那个moment感觉就发出了盛光 我说老板谢谢你 你也台湾对了 他会鼓励他一下 鼓励他一下 他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就是这是很后勤 大家不会看到的事情 他光是要准备就是 半个藏户就是满满的 又是要准备 过去台南的东西 那我们只要换一个 他就要整个 就是再换掉一千个 真的很惊人 其实我们有一些决定也是 有改变啦 对 所以每换一个盘子 真的对他来说头很大耶 头很大啊 因为他就要就是全部拉出来 然后清点 然后确保没有破损 然后或者是他的条件 就有的太方 他可能自己就先拿掉 他不会一直减合这件事情 对 太花能力了 好你有确定需要 我就是拉出来 你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篮子 塑胶篮 然后可能堆了七八成这样子 然后他就要开始一拦一拦地去检查 然后去确认 然后盘点这样子 这其实是蛮费功的 我也终于理解 为什么你们会接到他这么多的确认的电话 或是质问的电话 对 也可以明白他的辛苦 对 而且坦白讲是一个很划算 当然他有收费 但我说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舍领 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我们如果会接这样宴会 就我们自己平常餐厅也会接过什么 你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你不可能张罗的来的 你买是绝对不划算的 有人可以这样子 然后还可以这个让你有选择 已经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 多少钱都给你 我们是不是现在应该要 把他的名字跟电话 对 对 对 很秀一下字 我其实就很早找了 也没有几个人 当时我们在找的时候 老师也有问嘛 就是以前饭店啊 或者是问其他饭店同业 然后的咨询出来 其实都通常都会导向他 真的 就只有他 我觉得我们该再聊一下遗嘱了 第七道菜 现在是虾仁饭嘛 但是原本的第七道菜 其实是没有告诉大家的 那一道菜我非常喜欢 我也是 我最喜欢那一道 可不可以在Ember's卖 好像可以 我觉得要 对啊 我觉得要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中南达这一道菜 没有登上国内的餐桌 也就表示他背后一个 我自己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感动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做一个本汤 就是它是比较南部在饮食的一个习惯 其实它也蛮代表的一个 就是说 很简朴 或者是 大家说过去劳动社会 它比较快速 你知道就是饭或者汤 就是或者稀里哗啦的 就吃掉的一个饱足 那海鲜 它是有多的量的 然后多样的 那一种 就是它也是一种热情或丰盛的感觉 我们把它调整成这个新住民的这一个象征的原因 其实是一个故事 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个白水谷的 它叫白水谷科学家 科是鹅啊的科 哦 真的是那个科学家 科学家 其实我之前大概就 大概知道这个产业的状况 那一天在跟 其实跟邱大哥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 那你怎么 有没有考虑就是 像那个白水谷他们的科啊 都养得很好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老科的故事 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科 大概它的生产期是一年的时间的养殖 然后就会是流到市 就会出到市场上 我们大家常知道 鹅啊米爽鹅啊蒸里面的这个科 另外一种就是 他们有一些些会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那当然因为经济的关系 就是如果你流越久成本越高嘛 那你可以卖掉就卖掉了嘛 所以他会通常会留下一些 然后他们就称之为老科 大概时间是两年 养殖两年的时间 而且风味更饱满 口感更Q 所以我觉得是更好吃的 我自己一定感动的部分是 我们每一天几乎在我们的日常 就是鹅啊米爽啊 然后鹅啊蒸啊 你吃鹅啊 鹅啊梳啊 这些都不奇怪 当然这整个西南海线都有 可是其实在这个嘉义部在沿海这边 这个产业几乎是一群外配撑起来的 因为台湾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了 你说这个工作很细扬也是 他们的工作也经常伴随着那个潮汐退去 跟那个西南海线的细扬 真的有细扬 很美啊 然后完全是一群外配的妈妈大姐 然后再愿意继续做这些事情 这才是我们的福气不是吗 就是说如果他们也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哪里来的这个产业 你一定就会有很大量的越南的进口的 他们是更好的能力基础来做这个产业 但是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之所以还能吃到本地科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它其实甚至是一群人一个族群的象征 那一样在为了台湾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一跟我讲的时候 立刻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我就觉得说那它应该是新住民的一道菜 是 所以我们在把一些新住民比较多 可能是那样的想象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本汤 我们把它做的是 比较像是东南亚风味的那个汤 比较多的香草 然后比较干净的汤 有点像佛那种 真的真的 对 来做结合 那我觉得它就是现代的 那一个族群的描述 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这整个故事 还有这道菜的滋味 因为它是一道既鲜美 但是又清新 然后有吃得到海洋的朝乡 因为这个科 其实我们还用了很特别的一个食材 是银巫贼 台湾的银巫贼 跟日本的不一样 日本人把银巫贼当成高级食材 在右 每年春天必有银巫贼 可台湾人却不在意 他不是高级的食材 对 这个可以帮大家补充的知识是 在东港或者是在台湾 北部的大西渔港 它的捕捞里面就是 有一个重要物材 是樱花香 银巫贼其实在台湾也有 它的族群通常会跟着樱花虾 一起被捕获 可是我们比较喜欢小卷 对吧 现在小卷季开始了 所以台湾的大家比较喜欢 像澎湖啊 当然这个北海岸这边的 这些小卷 大家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其实这个银巫贼 都会跟着樱花虾被捕获 那如果你去鱼港 鱼港看 它可能会被打成一栏 有点像下载鱼的状态 对吧 也不贵 也不贵 但大家可以辨识 因为银巫贼的那个fin 它那个鳍片是比较宽大 小卷就没有嘛 是 很短的这样子 当然也比较尖 然后对银巫贼是比较 稍微圆胖一点点 短一点 是 它真的很鲜耶 对 这个跟那个 那个很多新鲜香草的汤一起吃 哇整个画龙点睛 没错 很棒 我觉得这个是 你可以描述台湾的海 海洋 然后捕捞跟它的地理特征 然后同时也有西部海岸线 就是一个族群 一个产业的象征 不常有机会去看到的台湾的样貌 我觉得这道菜完全应该出现在Amber's的菜单里面 真的 我要再敲碗 礼时序的敲碗 可以啦 可以 所以我这个补充后绩 我就满足这个主人的希望 换成这个虾仁饭之后 我就有一天就是非常难过 愧疚的 我就传了讯息给这个 白水无科学家的这个 藏花姐 藏花姐 对她叫陈藏花 藏花姐 我说藏花姐非常抱歉 我就这个碍于其他的考量跟选择 那她换成侠人犯 那不得不正宗的向您道歉 因为那个两年科是真的要把它留下来 是 然后他们都 留了 很早 对 然后备战状态 当然留是留在 在活着的状态下 中间她会一直问我说 我们要怎么时候准备 我想要确保她是最棒的状态 最新鲜的状态 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好了 到时候来挖的时候 我们会先做最好的筛卷 然后我非常抱歉 也很难过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真的不要这么介意 坦白讲 你现在一讲我还松一口气 她是紧张的 她一这样讲我更内疚 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就是 一个在这样的描述里面 就是这次国宴登上餐桌 然后代表着新著名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想象 一个新著名新的台湾人 觉得自己终于被重视 是看见 是 其实很惶恐 她非常的紧张 是 我觉得那是一种重视 所以她跟我说 她说你真的不要介意 就是我反而松一口气 当然我就觉得说 我们没有让大家看到他们 或者是更重视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很遗憾的 但我相信未来还有机会 我觉得这是因为有了这个 虽然没有最后没有登上舞台 但是已经有了接触 我觉得未来还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也要说明一下 中间这个设计菜单的过程 其实一开始 呃 掌官吃完菜 然后跟当时还是总统当选人 报告 他是想加一道虾仁饭 跟蒸奶 这样子 那原本是没有想要动 我们设定的八道菜 对 但是我们讨论之后就觉得说 两个店反战的太多 是 我觉得这要客观说啦 因为大家可能会说 哎呀 挑那个东西不上台 或者是就有这个 其实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 我还是蛮感谢就是 呃 这辅方或者是整个执行单位 其实是蛮respect我们 是给予很大的尊重 嗯 当然太多的想要放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呃 加一道菜 那我觉得这也很棒 因为这就是我们专业的地方吧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到 很理性的考量 就是一切以一个宾客的食用感 跟舒服的用餐感受 作为它的最优先的的顺序 我们自己冷痛的把这个 把它做了一个换制 因为其实它的概念非常像 当然它也不只是宾客食用的考量 饭店执行也会觉得九道菜 那要 但是宴会必须很赶的 在两个小时内结束 他们出差也有压力 也是有多方考量 我们就决定说好 那直接把这第七道菜 换成家人饭 加加正奈 我们很理性啦 对对 我们整个过程 我们一直是最大的那个理性 因为呃 其实我们就过程就看到太多人的想要嘛 就太多人的既望 愿望 希望都投射在这里面 所以也显得它尤其重要啦 就是一场博焰这件事情 是 不过我觉得我们把工作做的挺好 就是顾问团 它必须就是在最专业跟最理性的中文 下去评估这些 没错 所以我这个其实是我们专业的判断 对 我必须说 对对对 并不是有情绪或者是 呃 我们真的就是 即便我们认为菜单原本已经很完整了 但是我们很专业的认为必须直接做置换 包括它好不好吃 嗯 其实都都是理性考量啊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是 那其实这道菜是West的发想哦 食谱也是来自你 当然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回Ambers的创作里面哦 Ambers的创作对我来说 一直都是你需要一些饮食经验跟 对于这块土地 你想要了解这块土地的热情 你才能欣赏的 你想要说自己做的是台湾菜 可是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说服人家说 你你你做的是台湾菜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我自己真的觉得 West做菜 完全跳脱出原本专业主厨的框架 就因为没学过啦 因为没有学过 还是还是要强调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学过 其实吃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生活的理解的投射 就是说他比较理性的解说会是这样 就是说你吃到好吃的东西 一定是从你吃过的好吃的东西里面 找到连结 做菜的人他也明白这件事情 可是他无非就是希望可以 你知道2%刚刚讲的 就是push more 就是一点点 多那一点点 因为他才有可能更新 就是他才有可能开始被 被更新上去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 大家会觉得很新奇的物产 他其实植物或动物他一直都在 但是只是我们没有用 你不熟悉的方式去吃他 我觉得近年好一点啦 就是近年在ambus或做菜的状态 有好一点 因为我有把这个最大的理性加回来 就是说其实他是设计的想象 就是说大家会在这个里面 找到一个什么味道 作为衣服再去发展 接受那个新的那一个口感也好 风味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后来做菜都会把这件事情想回来 广义的来看这个客人的反应来讲 好像比较不用花那么多力气 去解释或说明 就是他也慢慢的变成一种理所当然 那当然时间走 这个时代还是进步啦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接受度越来越开阔 对理解越来越好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看这部这集节目的人 光是听这样子的叙述 可能还是搞不懂你们到底在开什么餐厅 所以接下来我们话题就要转到 你们两个创业的过程 你们在开ambus之前 其实做过很多事情耶 对 算是 这个最近在想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说 哎 介绍这位人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我都会想说 这到底是包还是别 就是连续创业到底是包还是别 好像不一定是包 因为他就是没有成功 所以才一直创业嘛 如果他一次就成功 他就不会是连续的了 我们一直大概是像是这样子嘛 所以比较多的尝试 可是他可能不一定是有意图的 就是也许他是过日子 你踏入餐饮 其实是因为你是念餐饮本科的 对我本科的 对然后你在学生时代 你因为实习的关系 就已经到处去打工了 没错 对也包括在宴会厅 所以这次在做国宴菜单的时候 你那个二十年前的宴会厅经验 也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完全浮现 在讨论的时候 这个很惭愧 因为我们就还是晚辈 这个郎师当然不算 就是说 福摩擦游泳酒店的这个总监跟主厨 都说他们以前就是做不厌的主厨 他们都有这个经验 对 然后我就一直在回想说 哇塞 这个没有早一点出身 回想起来 有一次我们在想这件事情 跟小先生在来 我说 我们是不是以前念书的时候 有去过那个中山楼做宴会 你也有走过国宴 因为中山楼 以前就是国宴的指定场所 当然我们是那个学生 被派去那个service的 但是就是你有 突然有过那个场景 我以前很喜欢在原山饭店打工 所以他那个 以前国宴是会在他十二楼 对 的那个叫金融厅 他就是少数可以两边从那个门板打开之后 到外推走廊 对 一百桌的地方 我好像也做过 因为我已经很爱赚这个打工的钱 是 一天段下课就是去打工 是 有想起那个宴会的经验 哇 所以你可能不知不觉之中也 就是有做过国宴了 这样 心里有那种 对对 有那种 但是你们两个是在学校认识的 对我们是同学 同学 然后所以以前就是一起在外面的宴会厅 或者是餐厅服务 对我们会要资源啊 同一届吗 同一届 同班 同班 对对对 等于是从学生时代你就踏入餐业了 而且你中间其实也跟朋友开过餐厅 我其实没有毕业啦 OK 我们是五专 是专科 对 然后我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就可以最后的那一年选择休学 然后我就去工作了 对 我就进入职场 对 那早期进入职场其实也不是做餐厅 我觉得我没有一天有过的一个目标是做厨师啦 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做service 对不对 刚开始做餐饮的时候 从实习开始到从学校就是辍学 然后去进入职场的时候 我都在做吧台 调酒师或酒水类的工作 后来就是比较像是朋友要开餐厅 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能干 或很愿意做 所以就抓他人马嘛 然后就跟着做跟着学 都没有认真想过是我要当厨师这件事 你都是在做吃的 而且你们两个从一开始就一起创业 你应该是除了跟朋友开餐厅以外 你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 你就是从三重那时候是做填补啦 记得那个其实是做了餐饮之后太腻了 然后已经是跟朋友一起合作开餐厅 但那个合作就是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那个investor在里面 你就是就工作啦这样子 那后来结束之后 我是太受不了了 就觉得那个餐饮才太 也不是说他辛苦就觉得有点腻 然后我就去做房仲啊 我觉得这段真的很神奇耶 你当过房仲 对我就想说很想当业务 你应该蛮适合的 对一部分讨厌餐 那时候就觉得好吃好吃好吃 腻油这样 然后做房仲之后 又碰上那时候也是那个总统选举 之后就景气比较不好嘛 那房仲当然就很辛苦 所以才弄一个小摊子 就是会弄那个吃的 但其实那个就是不正经啦 就是不正经的在做 真的喔 你现在回头看 你会觉得自己当时 哇 不知道在干嘛 不知道在干嘛 那他其实没有一起做 因为他还在念书 对 他还是有好好读书的 经历那个之后就觉得说 是不是还是回头来做餐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已经十几年了 因为大部分媒体报道 都是提到你在市里夜市做炸串 差不多那时候 然后后来后来就开始胜利食堂 路边滩的第二年吧 喔 第二年 是在市里夜市的时期 市里夜市的时期 是 是 是 炸串滩叫福串炸 福串炸 现在应该Google到 我们养大了很多大学生 是喔 我都看到那个大学生结婚 有的还会发帖子给我们 真的 大二 大三毕业 后来结婚 然后生小孩 我心想说我有这么老吗 那他们有来吃过Amber's吗 有一些有 有一些有 真的 哇塞 有的还什么交往 然后交往的时候约会 所以来逛夜市会来吃 后来结婚 后来生小孩 没有再算了 平常就算太老了 可以说出来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我没在努力 然后人家在 都有在前进 你知道 成家立业 然后我到底在干嘛 对 有啊有啊 他们现在就看到新闻 就是国宴主厨了 这样 对也是落差满大 也是落差满大 落差满大 对 我有跟到的是胜利食堂时期 你们那时候开胜利食堂 这个日式的 算是居酒屋吗 对 就是非常有名 所以那时候开始美食家 我那时候就开始就是 有 有在写部落格了 然后也常常在看餐厅的资讯 那个还没有很多吧 部落格的实在 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脸书前期 就脸书粉专的前期 对 很多部落格 很多美食部落格 是是是 对 可是还没有 social media这件事情 你去搜寻 很常是负评 我会说老板娘脸很臭 一定是 因为很忙 他就是就 要吃什么赶快点一点 我赶快弄一弄 你赶快坐下来吃一吃 这样子 有这种感觉 应该蛮适合去香港开餐厅的 我觉得 我也觉得 直接融入而已 对 但胜利食堂开了多久 胜利食堂有三年吧 三年 蛮久的 他后面还有延续一段时间 大概总共他的时间 大概五年 因为我们是 我们大概做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卖给 就是员工嘛 就顶到 对 我们就做到 对 豪福实验室 对 所以你的进化室 就是从 三重填不辣 然后士林炸串 福串 福串炸 福串炸 然后胜利食堂 对 然后就豪福实验室 也还是在士林 对 那时候开始做鱼菜共生 对对对 然后也有一些料理的研究 都在产地啊 对在产地 而且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个募资案 叫做银猪香米妇根计划 对对对 对我是那时候认识你的 对 我有来餐会 那时候我会做菜 我知道 因为那时候有令我爱一位主厨 对 杀别 对对对 我那时候也想说这人是谁啊 对 我不会做菜那时候 对 然后你就豪福实验室之后 你就开了Ambuds 豪福实验室 其实整个过程还蛮 蛮 蛮笼缀的 因为你那时候要开不开的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要去吃就没开 其实我没有吃过豪福实验室 对对对 对 呃 后期有稳定一点点啦 但是就是我们其实 因为前期都花很多时间 在各产地吧 到处走 到处去发掘 那你带回来 你大概可以做一点东西 其实反而是到最后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年的时间 才比较认真有 好像做菜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其实回想不起来说 到底它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你看它其实大概是 一个两到三年的时间 从你第一次走上那个楼梯 小小的在三楼 然后是savier做菜 然后我其实不会做 大概中间隔两年的时间 我其实也没在学做菜 就是我也没有去学 那你都在打猎 不知道耶 就它很像很难解释 它也很像开窍 因为还是过去的餐饮经验 跟学校的关系 学校也撑不上太多了 你一定会有些旁人的基础是在的 就想要磨锁吧 不过我觉得到后来就是很方便 因为网络已经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很大量的资讯 来建构那个 这些 这些 技巧的东西 你根本还是食材 就是还是你要对食材 食物 有这个认识 你的sauce才够 这样子 对 所以好像突然间就有一个切换 为什么会突然间切换 我记得是刚接触了与菜共生 然后他就觉得太有趣了 然后对农业就是一股的 就是很想了解 然后我记得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半夜 我已经想去睡觉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我们路上看 潜水在那个社团 然后去认识 然后我们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学 鱼菜共生的相关 说去学其实就是去了解 然后也认识做鱼菜的农夫 它是一个原理 然后就是养鱼跟种菜 同时可以生成 然后他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去理解 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土耕的也去理解 然后就是各种 然后就开始走了很多很多的产地 所以鱼菜共生是一个 入口 是入口 就那时候还在食堂 然后常常每次都会 你知道那食堂也没有门 就没有一个门可以关起来这样 那常常就会有朋友来聊闲聊 有一个朋友就 有一天出来说 你有沒有听过鱼菜共生 我说没有 那什么 然后他就找给我看 那时候有Facebook 然后他就找给我看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回去又搜寻了一下 鱼菜共生是一档 然后就看到一些资料 我觉得在那之前我是没有 就是我没有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OK 就只是赚钱做生意 对 可是我很喜欢收集资料 然后也没有用 就收集无用资料 但也不知道要干嘛 就越看越着迷 也因为鱼菜共生 所以才知道鱼菜共生 带给你怎样的成就感 还是 我觉得是一种冲击 当你看见新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去回顾 那你知道些什么 我觉得那是一种参照 有点像出国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不是说 我假设出国 然后我这个旅游 你一定一开始跟旅行感 自助旅行 你先从不感到 你挖掘了一些什么东西 到你说你爱上旅游 或者甚至有点说 旅游成为你的生活目标 我没有 我大部分的 在这个之前的人生 都在听命工作 就是你不会有一个理由说 我突然要去一个部落 以前那个资讯的流动方式 没有这么像现在 然后部落也会有一些活动 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工作坊 或什么的 那你进了部落之后 有怎样的冲击 你确定一种信仰 可以成为你的信仰 你找到了真爱的感觉吗 我觉得用宗教来比喻 可能是合理的 你在那边感受到 那一个很真实 很真切的那种感受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我可以接受的 你会在那个里面 你可以感觉到 也许是一种安全感 我在那之前 其实就已经 有一些不同的产地的经验了 台湾人 但你就是 你不会进到一个 所谓社群概念 你都会进到的是一个 个人的对应 比如说我跟这个农夫很好 我跟这个生产者很友好 那你就是多了一个朋友 那顶多是他的家庭 就这样 通常是很单纯的 对 可是因为你到部落 是你突然进到一个 社群的概念 就是你进到一个community 所以如果我们要举例 有点像是 比如说教会 可能有点像 你会在那边感觉到安全 他们接纳你 我幸运的是算是 我当时也付出了我的努力 就是说我是诚恳的 我没有带目的 所以你在部落都做些什么 这部落的重点就是不做什么 每天看天空 看树 就是你就可以很放松了 就是你感觉到安全 你感觉到舒适 然后就那一切 你不会 你从陌生到熟悉 那个状态 那可是它不是你的 那感受不一样 因为通常是自然嘛 或户外 但不是真的是野的 可是你有跟着去 比如说采集啊 或是打猎啊 还是一起祭祀啊 有有有 都有 其实我后来有读一些这种书籍 然后你就会发现讨论这些事情 但它很 因为在 呃 台湾就是传统 就是不管是闽南人社群 或客家人社群 它以家庭为单位 在教育观念里面 一个外人要融入到 哪怕是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去 它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部落它 当然也有家户概念 可是它 它的单位还是大的一些 因为以中权为单位 嗯 不是每一个人也许都接纳 如果他不排挤 你 你会悄悄的就融合在他们里面 比如说我 我们去部落 然后 呃 几次之后 那个部落的弟弟 他会 打电话说 哥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哦 还用回来 我 就你的归顺感 对我 哇哦 所以你一直到现在都还会回去 会会会会 对 小切也会一起吗 嗯 我也会一起 真的啊 哦真的哦 你们都会一起 那个时候他去部落的时候 你都有跟着 没一开始没有 OK 然后他回来就 觉得大开眼界 一直跟我分享 哦 我是觉得他 你应该 他可以 不是 他可以很屈膝迷的 讲每一个 感受跟段落 我正想问你 你也有同样感受吗 你就 我认真 我觉得是 你踏路那边 你可以看见不同的 台湾的感觉 就是 原来 原来 在台湾的土地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 其实生活也没有特别不同 应该是说 就比如说 他进山的时候 他会 他会 简单的祭祀一下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说 他 这只是一个尊敬的动作 其实他没有 他没有 要祈求什么 或者是 他 他没有 想要干嘛 他就是好像跟三次一 你就会觉得 哇 然后他会讲母语 他用母语讲 然后很 很虔诚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哇 他是一个很 有点严肃的事情 但是 你又会觉得 很能去接受 这样子的原因 就是很认真生活吧 认真生活 对 应该是很认真生活 还是有敬畏的心 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生活 就是 我就是说 我们没有认真生活 我是指说 你 你 常年你是在都市里面成长的时候 没有什么认真感 我做捷运也不会 你知道 助导一下 或什么 就是 你不会有这些 任何moment 是你需要做这件事情的 会更慎重的看你 跟自然的关系 你跟 人的关系 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就是比如说 我真的去的时候 他们其实年纪比我小 但是比如说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这个波罗弟弟他们 其实有 后来有很老实的跟我讲 他说 我们听长辈讲 我们看着邻居 看着叔叔伯伯 他们很多就是 外地的大老板来 然后租地啊 什么什么 其实我都觉得 我们是 仍然是受害的 然后他就很直白跟我讲 他说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 他就这样讲 不是 不是 不是在 排斥那种 也就是说 是有一点理解之后 告诉你的 那种状态 他说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很难相信你 就是你说你来 你希望这件事情 可以被看见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在都市里面 一定会太多的就是 我们一起弄啊 我们一起做这个东西啊 就你心里可能知道是假的 你也会在这个里面 一起配合演出 对 那我觉得他就很真实 那我也喜欢 那个真实的感觉 就是所以你去 你不伪装 他也很真诚 那你觉得这些经验 对你后来开Amber 还有你现在做料理 有什么影响 应该是那个态度 我会觉得他就变得比较纯粹 就是原味纯粹 嗯 就是这张 是这张 更王 好像Amber 我们也就从一个 很单纯的核心里面去长成 然后很纯粹来看 食物这件事情就好 但是因为你做菜的思维 真的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在Amber 我非常喜欢你去年 推出的全职菜单 在一般所谓的米其林餐厅 大概厨师开不出这样的菜单 是因为他没有那样子 食用食材经验 也没有那样子生活经验 像我非常喜欢你的一道主菜 就是那个土锅饭 加上很多不同的野菜 包括有龙葵啊 然后有丑豆啊 然后你去沾了这个Tanas Tanas就是这次有出现在 国宴菜单里面的 这个蔬菜拼盘的 其中一个酱汁 阿美族的盐巴辣椒水 我是在Ambers吃到的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这道菜 真的太好吃了 首先那个土锅饭 你竟然是把锅巴反过来做 对 你不是用饭去 让它在锅子底部 形成一个脆壳 你是直接做了一个 用花生姜是吗 用花生姜 米糊 然后我们那时候上面放 会放一个酱汁去涂刷它 就是有点调味道的概念 我们当时用的是酱笋 酱笋 酱笋 甜甜的 米浆 然后你煎出了一块脆饼 然后用酱笋的汁吗 然后就敲碎它 这个锅巴真的是香到炸 对 非常好吃的一道饭 然后再配上旁边的野菜 每一道野菜口感不一样 它有的苦的 有的比较色 有的有点酸 然后沾上那个盐巴辣椒水 就超级鲜美的 对 但是那如果你没有在部落生活经验里 你也很喜欢认识野草野菜嘛 对不对 那那那你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菜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太棒了 我觉得那个是贪心的 就是太想要把所有东西都都放上去 那何不就让它这样子吧 就是 但它其实确实它没有这么多的 的巧适啦 我觉得这道菜还是没有这么多的巧适 如果把它放到这个 这个世界上其他这个餐厅 现在日本就很流行这样的煮菜嘛 那大家都还是把它修饰的很棒 那样子 也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更好的沟通 野菜这件事情是 你没办法个别说明的 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是 味觉经验 就是你讲单一种 你永远沟通不了 比如说你特别用龙葵做这个东西 大家就是可能没办法 一下就接受它那个苦味 但是如果你旁边放了 程度再轻一点点的白凤菜 大家可能就从这个白凤菜 去延伸到这个龙葵 不是说它们是一样的 就是说是对于这个蔬菜味觉的认知 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推进 你不可能矿石费率说 我今天端一道这个 我下一张菜再端一道这个 因为他不会记得 通通上吧 就是那个是一个企图型 他就是说贪心的想要 大家都可以一次 去品尝这个东西 像我们前一阵子跟那个徐仲 就一起做那个 喝的那个品尝 是 哇我不知道耶 就是我不知道是指说 你以为鹅啊就是鹅啊 但你一次吃六个不同产区的鹅啊 突然就会发现原来味道都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野菜尤其是这样子 是 然后再加入口感的转折 可是一样它会很容易让你麻病 比如说如果你要一次品尝很多颗 我建议你清洗味蕾的方法 大家会觉得是喝水 可是因为它是鲜味饱满的东西 然后味道很瘦 所以喝水是没有用的 沾酱油 它会是以毒攻毒概念 以鲜去除鲜味 对酱油是鲜嘛 然后它的味道够重 然后你又可以辨识它 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吃完这个壳 又吃这个壳吃这个壳 那你没办法在这个中间找出差异的 因为它会叠合 但酱油就可以帮你化开 因为它也是够厚重的东西去对抗它 你一定可以辨识酱油 辨识酱油是指说 我知道我再吃下一个 即便我嘴巴残留酱油的味道 那我随便可以排除 已经残留的酱油的味道 把新的这个颗放进来 这些讨论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也是跟一般所谓在做台味发餐的主厨 不太可能不太会有的讨论 你刚讲野菜 你刚刚讲六种不同的颗 它也是非常台湾 而且是很深层的这块土地的物产 没错 我觉得台湾一直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主体 然后我先前在一个专访里面看到一句话 你曾经说你30岁才开始当一个台湾人 就是走进部落那一刻 你觉得就是要怎么样才能认识台湾 你要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台湾人 有点像阿凡达要 拿一个那个辫子 直接接上去是不是 我说要接受你之后 你就可以跟他connect这样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真的哦 你觉得你现在跟台湾就接上了 你有长那一个是不是 对对对 突然领导 好 我先给大家 走到WiFi 我先把他带 是真的是这个感觉 就是说你也突然 因为我觉得 所以我用信仰来描述是真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你跟他的关联 或你喜欢他的点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没有影射 然后也没有那个 比如说我自己 店里来来去去一些年轻伙伴一起工作 你知道有一个世代 就是他毕业的目标就是去澳洲 有一阵子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然后就很多 大概就知道 他是会有一波 应该是疫情那一波 在这个之前的面试的时候 因为很多会回来嘛 因为他们先嘛 如果海外先发生嘛 这样都回来 有一些 当然就我们也录用 或什么 或是一起工作一段时间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 他们去澳洲的时间 不过就两年 或一年 他们回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们讲话 比如说他跟澳洲的 跟去意大利的在聊天 澳洲又说 你们在意大利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用过什么东西 有啊有啊 我们会怎么用 澳洲说 是吼 我们在澳洲的时候 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旁边听得很纳闷 我就去两年 嗯 怎么你的我们 就变成了澳洲 而不是台湾 我称他为一种 就文化殖民 然后就是说 就是你很快你就被殖入 这没有贬义 我一直说很容易 因为他很年轻嘛 所以他的体验 本来就不够啊 在一毕业 完成学业之后 他就出国了 所以大部分记忆 是在学校的时候啊 那他称不上 什么特殊文化的感受 除非他的家庭有 大部分就一般 也不会特别明显 台湾这么便利的国家 就是没有办法去区别这件事情 但是你到了国外 他的文化特征是很明确的 所以你会很快的 变成一种认知 只不过我的澳洲在 中部山区 就是在台湾中部山区 就是我的日本 我的意大利 换成了台湾那个地方 所以我30岁那个时候 就很像一个菜鸟那样子 海外经验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他在 那样子的冲击底下 他会回看自己 有的人就相信那一套了 对 有的人他的目标就是 我要再去 我要再去 我要留在那里 我要变成他们 因为那不能怪他 他不是不喜欢这边 是因为他没有接收到 所以也没有不对 好那我就是 寻找那一个脉络去看 哦OK 他可能是逆思的查看 然后可能是地理的查看 我觉得应该要把年轻人 都丢到中部山区去 因为其实他是很 异文化的嘛对不对 他是 对 我认为就是你会觉得 fascinate 就是对 对 对 你会觉得哇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好不一样哦 没错 跟你出国一样 对 我觉得是大同小异的 对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进过部落 对 我也是活到这把年纪了 对 我真的 那这个可以说部落部落 请你带路啦 我连部落部落都没去过 所以很好玩 就是你会很好奇 那不一定中部山区才部落嘛 这个你东部海汉线也有部落嘛 对不对 然后一路往南到南回 都都有部落啊 你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就是 就是去尝试 那其实他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还是不会排外啦 很欢迎啦 然后你就进去看 因为你不存在的假设 你就会获得新的东西 嗯 所以我几乎做所有的菜 用所有的食材 我都没有假设他 应该要怎么做菜 举例来讲 白露水就应该怎么煮 才好吃 那一定是有一个人 用了一个方法 把他做的很好吃之后 就 就广为流传嘛 然后大家就循着这个模式去 对 我没有这么做过 或者是我没有这么吃过 我没有这么假设他的时候 他也许就有一个 再新一点点的可能 那你会怎么形容Ambers这家餐厅 你们两个人都可以给一个版本 我还是会觉得他是 嗯 根据米其林定义 他是当代台湾菜 OK 别人定义 定义其实很奇怪 因为我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能够下定义 就是这个行为 那多数的时候是别人定义 好像存在一种客观 应该这样讲 如果要我自己说 我会觉得 他是下一个时代的 台湾菜的样子 往脸上贴金 就是说 如果比较好的例子 大概像北欧菜 北欧菜的长成 没有什么叫北欧菜本来 对 根据这个 例子第一本书的描述 欢迎大家订购例子 关键之一 谢谢 关键之一 对 如果用文化来讲 他就会有加入族群的复杂性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 在台湾 没有这么广益的世界论版 就是说 我觉得在食物上 就是不像欧美国家 就是他的 大陆的连接 或者历史的连接性 我觉得 以近代的发展来说 台湾的食物是很包容的 就是我们有很多样的异国料理 是 对 就是 你今天如果去 比如说西班牙的 比尔包好了 你是吃不到好的日本寿司 你 你 你连一碗拉面 你都很难得到 对 可是在台湾 你想要吃好的披萨油 对 你想要吃好的泰国料理油 如果用时间段落来看 我们正在那个端点上 就是 我们去看那个 现在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 欧洲国家 饮食方面 做得很好 很了不起 然后长出自己的 他经历了那一个过程 就 罗马当然也是 对 才被进去 长成的 嗯 我们也就在那个端点上 我们的那个尺度不是那么 没有办法拉到那么大 但是我自己的想象 是我把它尺度来比较大 那就是未来 我刚刚看那边那个central 那个书 就是大家讲 因为它是秘书 它那个 它的 整个地铃的条件 是超级广域 所以 复杂性 多样性 超高 对 那它就有一个 很丰沛的描述 我们是 微型的 但是 就是从海拔 逻辑来讲 我们也是 到海 到热带 亚热带 就我们也有 如果我们开始说 我们以后就会 有一个central 以后就会有一个noma 的长成 的确是 对 而且现在我们所谓 台湾菜 你说是多族群融合好了 嗯 但是它的确还是 比如说 嗯 我们知道麻婆豆腐 有它的做法 对 我们知道白斩鸡 有它的做法 对 我我我 我们知道客家小巢 有一个做法 对 但是它好像 还是一个独立 存在的状态 并没有 真的融合 变成了一个 哎 它有自己的 一个identity的 的感觉 很可惜 所以 但你 所以你现在永远 也没办法标定 它有这个 这个时间悖论啊 就是说你 你 你不能假设一个 未来的讲现在 但是你必须 假定一个未来 才可以从现在 开始发展 先画把在射箭啦 好不好 我们先画把在射箭 是是是 就说得好 所以 所以真的好像 就只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 Ambus在做这件事 应该说 我希望Ambus 去做这件事情啦 那 很多的考究 就有很多的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做 一张在 都会有一点 也像在做论文 就有一点 像在写论文 然后我想要 借这些机会 去做很多的了解 然后 把那一个 资讯 知识 跟资源 都做一个 比较好的捧照 的确有在做 这件事情 大家一直有看到 我们这边 摆了一本杂志吗 感谢感谢 偷打书 来打一下书 这本 亚 也 其实是 West 跟三玉浩的 苏立中 先生一起 做了一本 刊物 想要做野植 野植就是 你在台湾 我们不一定去 完全界定说 它是不是原生种 尽可能 因为很多 你以为的原生种 其实也是 早期的外来种 它就已经原生放了 这个很难界定 但是应该是说 它在民俗 在这个 传统里面 有使用 跟使用的 记录的 这些植物 我们会把它 找出来 做一个标的 那 我也明白 我自己经历过 学习植物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到底怎么学 建门钢木 科属种 所以你要从这个 植物通常从科属开始 就是科开始 做区别 所以科是一个大分类 比如十字花科 然后什么 这个开始 一路往下分 那但是 在食物上面简单 其实因为我们吃的食物 种类很少 种很少 就是它大 差不多 OK 都是同一些东西 同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去看野生植物 它就很有趣 因为它就是本来的东西 我们知道这个辨识很难 因为我经历的过程 真的太痛苦了 很像 差一点点 差不多 这个科跟那个科 要看开花才知道样子 什么等等等等的 太难记了 所以用味道是最直觉的 你是真的神农藏百草 真的真的 我们就吃 小倩有跟着一起吃吗 偶尔 就尝一下 会有时候会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 你叫我 好啦吃 你吃了就尝 OK 不是啦 全公司都被逼着 被我逼着的时候 吃吃看 吃吃看嘛 可是有时候要记得它 我觉得确实没有这么容易 有的是你即便吃过 对 你可能如果你在外面又遇到 你也真的不见得 立刻可以去便吃 对 他只有自己的资料库吗 你在拍照吗 你有写笔记吗 最酷的就是因为呢 我从就是这个30岁以后 然后就开始拼了命的记植物啊 然后学习这些东西啊 我不笔记的 所以你就是人脑媲美AI又对了 没有我就是拼命记 就是拼命记得 所以我其实 这情人补卓 然后就是我就说 一次记不住 那就是三次五次十次 就是因为我之前去农场 我就是因为不爱笔记 我还被农场的 大概是敬佩的 这个农场主人骂过 那个骂的是爱之生责之气 去 可能这一次去 吃了一个东西 下一次去 然后砸一遍别 然后他可能又栽 然后我拿到手上 我就说 这什么 所以上次就吃过了 万一百遍了 上次就吃过了 看到他妈妈说 这是什么 上次也吃过了啊 你都没有在记了 都被念了 我觉得味道是最容易 记忆的一件事情 对吧 因为你说 这个好苦 你一定记得它 可是你真不怕中毒吗 不会啦 会有基础辨识啦 不会真的吃大量 就是你有的是 你轻轻的 你只要舌坚决的刺刺 你就不要 所以在野责 这个Volition 我们最后有做 一个采集认识的讲述 然后也有做 关于植物采集辨识的 一些基础原则 也有跟大家说明 所以我们其实是 用味道来做分类 以前有 如果大家回想 性肝未贫 为心为良 为苦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它来讲 对 那所以我们就在 野责风味学里面 做更清楚的描述 然后也结合 现代仪式 可以理解的想象 跟一些风味引导 风味引导 就是比如说 它有奶香 像是起司 然后不管是 对质地的想象 或者是 那一个 比较 它是木质钓的奶香 类似像这样子的 引导 咖啡或可可 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只是我们把它换到植物身上 这本看物真的很有趣 里面介绍了几种 你应该听过 可是你又不见得 真的认识它的植物 包括有瀑布纸 有构树 有月桃花 月桃叶 等等的 对 那里面其实也有一些 简单的食谱 不算是鼓励 就是说 有机会 有的人是他的生活 他可能乡村带 或者是他的生活周边 你可以觉得放心 但我们还是有建议一些 环境评估 然后你不要说公园看到 你就know 这个车水马龙 人爱路上就有 这个里面有讲的切东 你总不是去栽它吧 就是一是栽不到 二是旁边车水马龙的 也不是太干净 那一定有一些 生活的居住在周边 台湾就是很棒 因为它的绿液 绿地跟植物的保留 还是很完整的 所以你一定有机会 去泡泡这些植物 你辨识它 然后你采集它 哪怕是很单纯的 只是把它握在手上揉一揉 再去闻它的气味 就是一个 很好的感受 像最近的 我们没有写 最近的 风香 风香也是行道树 常见的 三片叶子 有点像枫叶 但是三片叶子 现在在长芯叶 你现在有机会 公园再到揉一片 你把它稍微揉一揉 然后手握一下 你就闻 西洋梨的味道 真的假的 所以你是不是食材分很省 你都在路边摘一下 有时候这个反而过 因为特别请人家摘 对 就是反而是人工很高 你看 我月桃花 我们最近在 在收集月桃花 与开花机 一台金 大概200块到250块 猪肉一台金才多少钱 我不知道对不起 一个花肉 还是你买一个梅花肉好了 一台金 120 180 很贵了 所以它没有比较便宜 我们做完全职 那一个菜单之后 专业在这 算完食材成本 有一天要帮我 交到办公室 一记之后 因为一记比较准 我算了一记 你全职走一记了 你那个食材成本 你要知道吗 你说 他说没有比较便宜 我就在回想 我买花田喜致 东宝猪肉 好像挺贵的 好像不是 对 好像不是你说 那个家 市场 我说一般市场 对对对 这个当然品牌柱 它在整个过程 比较用心 所以平均贵是在 应该是在300块上 对 大概均价300 300 差不多 对 但是没想到 这些路边的植物 是这么的昂贵 对 因为有些是 要特意去请 人家留栽培 然后确保那个环境 是比较 不会被污染的 然后 但重点它是 因为它不是 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收成 它就有一个 比较有效的条件 那非经济作物 你在采收 在整理的过程 就会比较繁琐 然后所以 人工其实很重 对 就是是工 所以我们现在在 Ambus 可以吃到怎么样的菜 全职的提供 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 准备换一张新的菜单 然后我们现在把 整个全职过程里面 我们做到 我们觉得客人喜欢 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 想要再做一次 又刚好这个物产 又回来的 的一个菜色 我们就再把它 绘成起来 有一点像精选一下 但还是有新的东西 还是会做 这样子就精选一下 因为我们就后来就都是 抽换居多 对 像有一个做木憋果 跟 激光哈密瓜 我们就开始做 因为就觉得 好像蛮好吃的 同事 我让同事大家去票选 然后他们 service客人的时候 客人的反馈 他们希望再看到的菜色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 整个换掉了 接下来要做的 听说是杂鱼学 好难的题目 全部都是海鲜 全部都是海鲜 然后全部都 不是大家熟悉的海鲜 杂鱼学想讲的 是我们在台湾 觉得四面滑渠海 所以我们吃海鲜 理所当然 可是其实我们的 第一经济海域的条件 没有这么优势 因为它是 它是有限缩的 那在捕捞形式 或季节洋流的条件 上面来讲 它也 当然它有 有丰厚的物产条件 可是 它通常会过于特定 那这个特定也包括 就是我们在吃的食用习惯 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捕樱花虾的时候 有银屋贼被捕获上来 你很少听台湾吃 本地产的银屋贼 对 你一定是吃这个 富山的什么的 这个状况其实不只有 樱花虾 就是各种都会发生 比如说 红黑猴滚过的时候 会有其他的鱼种 一起被捕获 为什么我们没有吃到这个东西 它还是有一点 有序概念的在讲 是指说 我们不会因为不吃 而就真的可以完全终止 这一个不够好的捕捞情形 我一直想象一件事情 后来有一个连结 我不知道历史记不记得 就是那个 Heda Sang来台湾 第二年吧 他做了一个讲座 活地处理的 EK基本的一个 然后那个船长 后来他就跟大家Facebook 然后他就讲了这件事情 说他做了这个活地处理之后 一至于变成1.5 1.8倍的价格 所以他原本要补三条 他现在补两条 他的经济就平衡了 然后他多了其他的时间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跟生活 那个船长很酷 平常都在采野菜 他Facebook 那你们可以当好朋友 对 有的时候会交流 有时候我看我po什么 然后他会私讯问我 我说这是什么 然后他会跟我说 我最近也在采这个 这样子 哇 很酷哦 你们应该要主持一对了 对啊 对不对 他就来帮你做 炸鱼的菜单 你就来带他去摘野菜 对 超有趣的 然后 但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是很对的 就是说你用更好的经济价值 才能去调整这个在捕捞上的改变 也就是说炸鱼通常发生是因为抵托形式 托托形式的捕捞 它是最大宗最大量最广义最无差别的 也是最具破坏性的 如果上来一往 大溪鱼港我们稍微去填调 知道的应该是 每一艘船一天骑三次 几乎只在龟山上的周边 骑若往三次 那有虾啦 有时候有鱼来有什么 但我认为可能有40%甚至更高 是毫无经济价值 所以就会打到鱼杂 那你不能说没有经济价值 会去做鱼饲料 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用选 那有更好的利用方式 更有价值的利用方式 那如果他起来的两网 的这两网内的其他东西 也有好的经济价值 好吃其实不是问题 其实很多都很好吃 如果他也有达到那个经济条件的平衡 那他干嘛这么累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拖到 可能都没有目的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 炸鱼学菜单 人生现在最难的问题 真的我真的很希望赶快做出来 但是因为他的 sauce真的太难安排了 因为我们就像刚刚讲 他不是 不稳定吗 对不是大家熟悉的鱼类 OK 所以包括他货源的采购 安排前处理等等这些东西 都要特别费心力 那我们有 请那个海大的教授黄正阳老师 协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就那协助不是指说他帮我买鱼 然后他们有辅导一些专案 然后是一些好的厂商 那但是他们也会同步 协助一起测试 比如说他的保存条件 要怎么样比较好 差很多 就是你捕捞上来 然后在鱼试卖 你在那个最 还在新鲜的时间时效内 如果你这个时候 可以做一次干净海水的清洗 它的保鲜可以延长得非常好 但是跟那种 因为你如果单看标的性的一只鱼 马头啦 红猴啦 黑猴啦 它还好 因为它体型的大嘛 那我们假製杂鱼 有时候它体型比较混杂 就是大大小小不一 然后相当下子假设一栏 我们也想要把 就是关于养殖的部分 也加起来讨论 所以有点要做论文 教授我可以 晚一点教吗 没有你等一下 又印五百本你的论文出来要卖 那就是真的 有做这个计划 因为我们希望以后可以把 因为这一顿太有趣了 有趣的是 你没办法在菜单上 或者是在客人用餐过程里面 清楚跟他讲 所以我们确实也在帮餐厅 做自己的小小的一些文字记录 对 那我觉得除了文字记录以外 真的去Ambus品尝你的料理 然后跟你聊聊天 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 好 希望你听我唠叨 不过我觉得现在我比较少 去跟客人聊天 真的吗 对 因为Service同事做得非常好 然后 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客人也松一口气的感觉 就不用 我就没有想听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好啊 如果大家有想要跟Wes聊天的话 我看完这集节目的话 那很欢迎大家 可以cue他 可以cue他 我今天想跟主持人 对 他们非常开心 对 可能还帮你打个折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Ambus餐厅的Wes主厨 还有小倩 跟我们聊了很多 那Wes做的新的台湾味 很值得大家去尝尝看 那也希望你把我们国宴一桌餐厅 放到Ambus餐厅上面了 lesbian 其实现在就有放啊 我们后来那个次冲这样改成 白色的材料 白色的材料 所以我就后来就导用那个这样子 有点第一次就说这么好吃 你为什么我自己不做 我说我没有想到 真的耶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迟到了 对就一部分的味道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好哦 谢谢我也谢谢小倩 未来呢 我们也会不定期的 有这样子的人物访谈 希望大家喜欢 那喜欢我的频道呢 也一定要订阅按赞 并且看小铃铛咯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